由新青年率先推出的隋赶路 成为了当时最有战斗性的反封建武器 在杂文创作的带领下 白话散文迅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1918年5月 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际 鲁迅姓周明树人 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 家庭的破络 使他从小就认识到了社会的炎梁 看到了农民的贫困和愚昧 求学南京 他接受了进化论 从西方文化宝库中 获取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留学日本 他毅然弃衣从文 致力于改变人的精神的文艺运动 虽然辛亥革命的幻灭 消去了他的一些青春意气 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 却加深了他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感知 在中国文学史上 鲁迅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普通农民的典型形象 他的阿Q正传 《祝福》等作品 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和根本利益 充分地表现出作家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他的《孔宜吉》等作品 则深刻地表现了旧式文人的迂腐和不幸 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消沉 鲁迅的小说 以其思想的深切格式的特别 为现代中国文学竖起了一座封碑 鲁迅的名字是与杂文连在一起的 鲁迅的伟大也是与他一生倾全力从事的杂文创作分不开的 鲁迅杂文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史 心灵史 他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 和把诗与正论相结合的独特风格 在文坛上刮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鲁迅风 鲁迅是中国的 鲁迅的方向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更是属于全世界的 他的思想和艺术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二十年代初 随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文学社团的成立 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流派风起 色彩分成的繁荣局面 以叶盛陶 冰心等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体 形成的人生派文学 大多表现出鲜明的五四时期所特有的启蒙主义特点 在当时掀起了一股问题小说和问题剧的创作热潮 周作人 朱自清 冰心等文学研究会的散文家 奉献出了一批散文的艺术精品 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观念 使白话新闻学熠熠生辉 成立于1921年的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协社 或从提倡爱美剧来抵制画剧领域里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倾向 或致力于建立导演制的画剧体系 他们都为中国画剧艺术的成熟起到了催生助产的作用 以创造社为主体的艺术派文学 是五四新闻学中的一蹴奇葩 郭沫若和玉达夫 一位来自乐山大佛的脚下 带着豪放浪漫的巴蜀师风 以一部充满着五四时代精神的女神 奠定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 一位来自多语多梦的复春江畔 伴着温馨起立的江南情思 以一部宣泄幸苦闷和时代苦闷的沉沦 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的仙河 1926年文医多与徐志摩在陈报上开辟了诗捐专栏 在现代诗坛上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格律诗派 文医多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东方文化色彩 字字似泉泉的赤子之心 行行如滚烫的油籽之类 他成功地实践了自己提出的诗歌 应具有音乐美 绘画美 建筑美的主张 徐志摩在创作中表现出既不满军阀混战 又反对革命运动的二重性特点 但他在新诗形式 新诗语言 以及多种表现手法上的创造 对于新诗艺术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 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面 而且也极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面貌 1928年1月 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 联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1930年3月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 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文艺运动 左翼一成立便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左联坚持斗争 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 批判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新乐派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以及论语派等资产阶级文艺派别和思潮 积极开展左翼文艺创作 分盟支部便及全国各地及海外 左翼十年是现代文学创作从小型画走向大型画 从局部成熟走向全面成熟的十年 文学队伍左右翼的分裂 使作家更加直面现实 作品更加贴近社会 在左翼文艺创作中 矛盾的子叶 邻家铺子 春蚕等社会分析小说 以全景式的宏观视角和史诗气魄 以深厚的生活内容和严谨的结构布局 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示了 三十年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现实和阶级矛盾 将中国现代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孟公里 三十年代 巴金几乎同时开始了两种题材的创作 他的《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 以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反抗社会为主要内容 是巴金政治理想的艺术再现 而以家为代表的《激流三部曲》和众多的短片 共同构成了表现封建大家庭分崩离析的系列小说 巴金小说激情充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在艺术上努力追求无技巧的境界 老舍三十年代的代表作是《骆驼翔子》 作品围绕着人力车夫翔子的命运 对北京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 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深刻揭露 老舍的小说以智慧和幽默著称 同时又充满了浓郁的市井风味和北京地方色彩 特别是在市民口语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对于现代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具有重要意义 咱们痛痛快快地喝 在三十年代的《骆驼翔子》 在这一年代色彩斑斓的文学创作中 沈从文以独具魅力的湘西小说 成为了湘土文学的代表 而刘纳欧 穆石英 施哲存等新感觉派作家 却以新颖独特的意识流小说 心理分析小说代表着都市文学的崛起 三十年代 对现代画剧艺术贡献最大的是曹宇 它的雷宇将西方戏剧艺术的优点融会贯通 第一次以较大规模和思想容量表现了中国的民族生活 成为中国画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视频 紧接着 他在《日出》和《原野》中又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 在人物塑造 舞台语言和戏剧冲突等多方面 和雷宇一样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极大的推动了现代画剧创作的发展 自1931年918事变以来 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在文学界 以萧军 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 创作出版了《生死场》 《八月的乡村》等反映东北人民抗战生活的优秀作品 在文坛内外引起了普遍的反响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极大的改变了现代文学的面貌 各种创作倾向的作家 在抗战的旗帜下组成了新的统一战线 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抗战文艺运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 中国的政治地理便分为了三个地区 即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沦陷区 在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 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 文学的发展呈现为不同的面貌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 东北 上海 台湾 香港等地区的 进步文学的发展十分艰难 但也产生了山丁 师陀 张爱玲 杨奎 吴卓柳等著名作家 在国统区 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爱青的诗歌 龟墨若的屈原 草语的北京人 矛盾的腐蚀 双叶红鱼二月花 老舍的四世同堂 八金的寒夜 陆陵的财主的儿女们 钱中书的围城 以及七月派的现实主义诗歌等 便是其中的代表 爱青的诗歌 在抗战后 从大半个中国的滚滚硝烟和苦难生活中 汲取诗情 将个人的悲欢与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 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悲壮的色彩 他不但摄取了中国现代新诗 和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精华 而且还吸收绘画 雕塑 音乐等 多种艺术样式的营养 是这个时期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 解放区文学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 从创作内容到形式 从作品的风格到作家的思想 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呈现出一派全新的气象 群众文艺运动蓬勃发展 给予作家们一极大的影响 在秧歌剧的基础上 贺敬之等鲁毅师生 集体创建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新歌剧 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熏陶下 李济写出了王贵与李香香等民歌体叙事尝试 赵树里是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杰出代表 他的《小二黑结婚》和李友才版画 表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农村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斗争状况 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问题 赵树里的农村题材小说和丁玲 周立波等的土改题材小说 都在现代小说形式的民族化和运用农民语言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现代文学经过短短三十年的发展 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而且还为当代文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请看下集当代文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ngreg认为准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兰 updating栏目 今天不吝点措数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